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日 女星伊能静迎来了54岁的生日 她形容今年生日特别平静 人生走到一半 却向往回走 内心越来越单纯 不需要依靠 越来越有安全感 还在凌晨发常文称 现在是自己最好的年纪 为过去一切负责 懂得反思自己的不智与不成熟 能沉浮于自己的能力有限 对未知不再轻易批判而尊重 更重要的是 能风华绝代的 只为自己美丽 这朵花不再需要开给谁看 别遗忘了自己是花 之后 她感性写下对年纪的体悟 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自信 坦言 此刻的我有信念 过去的我知道未来的我一定能活出自己 更提到她有两个让自己不断进步的孩子 有爱的家人 有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支持自己的伴侣 也有无数的挚友 每一天都在感恩生命的丰厚与善待 期间 她也公开了两个生日愿望 一个是 愿这世界没有病痛 没有战争 没有苦难 另一个则是 愿我们都能包容 与接纳他人与我们的不同 长文还搭配了她和女儿的合照 照片中母女俩脸贴脸相当亲密 小女儿嘟嘴表情很萌 粉丝不断涌入留言轻声 她也留言回应 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 一能静的父亲重男轻女 见妻子一连生了两个女儿 一气之下就跑了 她一直被出嫁的姐姐抚养 寄人篱下的感受很难受 因此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天赋异禀的她懂得作词和写作 长大后被著名音乐人刘文正挖掘 之后走红 在遇到现在的老公之前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很波折 18岁时她认识了于成庆 缺失父爱的她 很快就在对方的温柔照顾下沦陷 爱上了大她8岁的于成庆 不过虽然于成庆对她呵护有加 但她却不能讨婆婆的欢欣 两人恋爱14年后在美国注册结婚 但因为婚后聚少离多 再加上婆媳关系不和 婆婆对于依能静的身世一直都很介怀 认为她配不上儿子 在相处中一直刁难她 而于成庆是个孝子 加在中间很为难 这让依能静感觉活得很压抑 也受尽了委屈 最终选择了离婚 然而在离婚前几年 她不时被拍到跟不同男士在一起的照片 让人怀疑有她离婚的原因 秦浩出生于1978年 依能静出生于1968年 两人相差10岁 秦浩9岁时 19岁的依能静就已经拍电影了 可以说她是看着依能静的电影长大的 是一名妥妥的小粉丝 一直偷偷喜欢着对方 没想到有朝一日真的成为了对方的丈夫 依能静在几次感情深受挫折后 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此后一直孤身了5年不谈感情 朋友替她着急 就拉着她去参加饭局 想让她多认识一些朋友 一次她和五六个女士一起吃饭 秦浩也在场 吃到一半时 秦浩鼓足勇气问 我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号吗 没想到全桌的女士都打开微信递给她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不好意思的说 我只要依能静的 那时候秦浩在春风沉醉的夜晚里饰演同性恋 依能静以为她真的是同志 觉得没有危险性 跟对方聊天就没有防备心 所以互加了微信后 她把秦浩当成了闺蜜 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和对方分享 结果越聊越投机 最后她发现自己也慢慢喜欢上秦浩了 秦到农时 秦浩还把她带回老家过年 见了父母完成了最后一步 一开始 依能静非常忐忑不安 害怕自己有婚事 有儿子 还比秦浩大十岁 对方的家人肯定不能接受 没想到秦妈妈却对她说 希望你多包容 她原以为自己才是需要被包容的那一个 秦妈妈的话让她特别感动 之后秦爸爸送她去机场 说了一句你们俩要好好的快点结婚啊 从小缺少家庭关爱的她 瞬间做出决定 认为秦浩就是她要嫁的男人 秦浩在节目中直言 结婚的时候我没送过老婆钻戒 也没有送过房子钱 她透露 有一次差点就买了 可是最后老婆强烈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买 因为不需要 这是两人参加一个表演节目时 夫妻二人搭档完后的现场回忆 后面 依能静补充道 倒不是老公小气 而是那个时候秦浩的事业非常不好 甚至还爆出秦浩认识自己的那一年 生活是非常差的 一年下来也就挣了几万块 就是如今说出来也让秦浩重重低下头 不过依能静并没有嫌弃她 2014年她们的恋情被媒体发现 在次年的时候就注册了结婚 对于依能静来说 一个有名有利的大龄女 嫁给小十岁的十八仙艺人 没什么稀罕的 但如果一年只挣几万块的话 是不是也太门不当户不对了 足见她不是那种势力的女人 看重的是和秦浩的感情以及人品 果然几年后 秦浩的名气事业渐渐好了起来 尤其是2020年主演的悬疑剧 隐秘的角落 更是让她彻底大红 彼时她不再是媒体人口中 依能静的老公 而是演员秦浩 而看过他们夫妇在节目 婆婆和妈妈中的表现后 大家发现秦浩是那种适合结婚的男人 比如和依能静的日常 她并不是话很多 或者哄老婆开心 而是像个长辈一样 稳稳地坐在原地不动 话不多 但到了关键时刻 一开口就是大道理 当然和很多夫妻一样 两个人之间也会有很多摩擦 比如依能静是个爱美爱浪漫的女孩 她期待老公能时不时给自己一些惊喜 可秦浩偏偏是木讷直男 不仅嘴巴说话不甜 甚至还能把人噎住 另外她不仅给不了依能静想要的惊喜 反而还吐槽这样的想法太幼稚 在她的观念中 饿了就吃饭 渴了就喝水 要是有委屈就直接说出来 要是想让自己猜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点上可是把依能静置得不清 但这样的男人踏实 他不留恋外面的花花世界 三观正 人品也可靠 该承担的责任并不会退脱 还有一点就是孝顺 秦浩非常孝顺 不会炫耀自己某方面多厉害 而是深谙日子是过给自己 不需要博得外界好感的道理 经历过第一次婚姻失败的依能静 太清楚这样的男人才适合用来做丈夫 于是赶在对方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裸昏 事实证明她的眼光是可以的 有些人成功会晚但不会迟到 秦浩属于大器晚成的代表 这样的人一旦成功 基本就会成功一辈子 因为积累了足够的智慧和阅历 也比年轻人更懂得珍惜 当然 易能静也是个好妻子 有次她看到婆婆拿着筷子不太愿意吃桌子上的菜 二话不说就跑去厨房给婆婆做她爱吃的菜 同时她还是个情商非常高的女人 比如 借着节目的机会重温二人结婚的经济窘境时 外界起哄 让秦浩赶紧把这迟到的钻戒补回来 当时秦浩尴尬地处在原地 她看出对方的紧张和不善言谈 于是就主动担心跪地 求老公娶自己 这下秦浩更感动了 她也跟着跪下来 还把手里的戒指给她戴上 生活中的他们更加恩爱幸福 一期节目中 易能静在睡觉之前各种对秦浩撒娇 要她背着进房间 虽然疲惫 但秦浩还是照做了 没想到的是 两人在进房间时 米粒却突然醒了 吓得易能静直接标出了台湾墙 说 完了 完了 小祖宗醒了 52岁的易能静曾试探性问婆婆 我想再生个孙子怎么样 没想到婆婆直接拒绝道 你的肚子都被切了两刀 伤口烂成那样了 还能生 让她半天说不出话来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 坚持想要给秦浩再生个孩子 就这样她成为了高龄产妇 在某档节目中 秦浩表示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放着年轻漂亮的白富美不要 非要娶比自己大十岁的易能静 她有什么好的 主持人听闻一脸不解 因为她也有这样的疑惑 对此 秦浩解释道 我从九岁起就很喜欢易能静 她一直是我的偶像 能娶到自己的偶像做夫妻 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还感慨 老天爷似乎特别懂她 所以才把易能静送到了自己身边 她还坦言 曾经的自己脾气很暴躁 但孩子让她开始学会包容外界 节目中 她还拿出手机 给主持人听了女儿最近发来的语音 米丽略带台湾腔的我爱你 我爸爸好帅 非常有爱 而且很治愈 她每天都拿出来听几遍 易能静的人生很有厚度 虽然她看起来是个小公主 但其实人生坎坷不已 不过 她也真的很会经营自己的婚姻 女大男小 女强男弱又怎么样 只要爱你就足以 祝愿她在今后的日子里 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